伊朗派舰队进攻海将不可避免和美航母正面碰撞 伊朗与美海军实力悬殊为何还要迎头出击 或许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很值得借鉴 提到伊朗 伊朗足球必不可赏 这个国家已经将这项运动成为民族自豪感的输出方式 也诞生了贾汉巴赫什 阿里戴伊等一大批世界足球明星 并以铁血防守作风强悍尝到一场场精彩杰伦的精彩瞬间 伊朗有过波斯时代的辉煌 也有突厥人入侵之伤 而现在总是被老鹰欺负的对象 不过无论是伊朗足球队还是军队 同样继承了波斯卸统 骨子里透着血绪 所以在面对绝对优势的美国也并没有怂 这次更不是防守而是主动出击 就像足球场上两位前锋 各伸出大脚来个硬扛 不碰到你死我活事不罢休 据最新报道称 伊朗准备派遣巴扬多尔号七主舰编队 穿越唯一的出海通道霍尔木茨海峡后 进入阿拉伯海 这样也就避免不了 在和阿拉伯海上巡影的美航母编队 来个正面碰撞 伊朗明知其海金和美金实力相差娴熟 为何还要主动引头出击 马克吐温的名言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 战斗的关键不在于两只狗的大小 而是打斗的激烈程度 无论是赛场还是战争的胜者 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 而是坚持到最后的 这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而伊朗军人的无畏勇气和敢于硬碰硬的血性 是大部分美军所不具备的 有意思的是 白宫方面态度变了 否决鹰派的开阵建议 希望美伊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还在波斯湾的美军就像被捆宣索绑着的红海二 想使劲却使不出力气 所以美伊海军一旦正面碰撞 美军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眼睁睁看着伊海军从眼皮底下扬长而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